樓市焦點 到星期六下午新城地產街時間直播 面有結言和我們今個月的嘉賓主持 就是余錦雄國中聯的七娘私行顧問 哈囉余錦雄 你好 你好 在我們身邊都有這位嘉賓 就是暢實營業部首席經理郭子惠 哈囉 威哥 你好 你好 威哥 威哥應該今天很忙 因為你們的盤子有再開賣 先和你談談 上個星期你們首席那邊都人山人海 大家知道 亦都很受大家關注 港都南的一個盤子的開賣 其實你自己怎樣看市況現在的情況呢 我覺得其實市況 隨著那個設立之後 事實上明顯是好的 你上個月看那個一二手成的量 都大幅增長了 一手其實我看 已經是一個紀錄來的 4200宗 4200宗 其實設立之後 令到整個市場的購買力 就是幫一些隱藏的購買力 拉動出來 無論就是香港本身的居民 因為本身香港居民 以前要給雙倍的離引 現在基本上就是正常離引 另外一部分就是一些非香港居民 之前修例之後 修訂那個辣椒之後 其實還要給雙倍15 現在也和一般正常的購買力 所以形成了兩個力量 隱藏的力量一起推動 令到上個月明顯 3月份整體的一二手成交量 又多了 4月份現階段 也是持續著上個月的熱潮 整體的成交量 我覺得仍然保持火熱的狀況 3月的成交量 都4000多 其實4000多的概念 就是幾倍之前的 類似的時間 4月都是很熱的 接下來的幾個月 會不會一直維持呢? 你自己看 我自己看本身 今個月我相信 那個成交量 開始都會平穩一點 因為事實上 你看上個月 兩股的力量推動 令到成交量多了 今個月兩股的商量 接下來 包括第一二手方面 如果是一些 譬如上個月 很多二手樓 他的成交量多了 當然業主的心態 當然是深控了 價錢方面 就會站起來 硬正一點 形成了客戶入市的 那個業務商量比較低一點 一手方面 要視乎那個市場 發展商推盤的量 這個很關鍵 上個月很明顯 發展商都覺得市貨 隨著設立之後 大家都把握 這個時候 大家推盤的量是多了 所以上個月的成交量 這個月我想 因為大家可能 發展商覺得 這個氣氛好些 可能又要看定 多一點 我指不一定是價錢 他們會拉高 至少可能會看定 令到這個月的成交量 會平穩一些 接下來我想 相信也是這樣 因為我自己看 接下來整體的市場 那個利好消息 一直持續 持續的話 包括經濟又好 甚至息口的一個因素 都是正面的 令到整體的發展商 我想推盤的步伐 我相信 我覺得會穩定 不會好像上個月那麼快 所以成交量會平穩一些 不過有個看法 就是說 因為很多香港有錢人 投資者 其實都沒有正式入市 如果今次的氣氛熱烈 終於拉動了他們入市 可能成交都很厲害 其實我自己看回 如果以上個星期 我們自己的樓盤銷售 客戶群裡面看 我自己覺得 我也覺得 有部份的 香港一些實力的投資者 我覺得已經開始慢慢入市 當然那個量 未必說很明顯 因為他們來講 可能都要看得 比較穩定一些 包括經濟 他們要看回一個 真的很明顯的趨勢 或者那個息口 他們都很明顯 但是事實上 有些忠誠於 某些location的項目 一些投資者 他們特別喜歡 他們事實上 積極入市的態度 是積極了 當然你說百分比 未必說好像 之前說 香港之前的疫情也好 甚至很早期那時候 的樓市火熱的狀況 當然還有一點距離 我覺得還是 剛剛說發展商要積極推盤 這段時間 你們都是其中一個 積極推盤的發展商 過去剛剛 你們現在還在推銷 黃竹坑方面 上改的一個物業 地鐵上改的物業 其實你看看那個反應是怎樣 或者整體市場的氣氛 怎樣反映出來 其實我覺得 其實減設立之後 事實上那個推動力 也吸引了賣家出來 其實我覺得賣家 如果以賣家分類來講 我覺得可以簡單去分離 比如說以香港居民 或者非香港居民去看 這次來講 我覺得香港居民的比例相當高 當然香港居民 我意思就是 一定是有香港身份證的那些居民 當然裏面可能包括不同的 早年來了 早年來了 對 那些香港人 但如果以這個標準去看 事實上那個賤的比例是比較高 我看的 也有70% 都是這類的人群 特別是一些換樓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換樓的客人 其實是香港換樓 是呀現在 之後那個梯架是出來了 沒錯 因為為什麼呢 這次我們其實這個項目 其實最多的單位的數量 是三房單位 三房單位 就是剛剛 都是那些換樓客的那些需求 其實銀碼都不小 不小的 不小的 但問題是為什麼 你會吸引到那些換樓客 因為以往來講 其實換樓是有需求 但是它又有它的一些限制 包括比如說 第一它給離任 當然它政府可能會回給它 如果它賣一層 但是它本身是有壓力的 你想想 要留下才賣 買完之後 無論是一年也好 或是入了錢 它要換了一層樓 變成它賣樓的時候 它有壓力 所以市場上去到最後 握一腳 就可能會減價 會劈價 所謂的那些 就賣樓 現在其實不需要 還有它們的負擔是少了的 有的香港居民 先前是要雙倍的 雙倍的雷引 現在其實正常雷引 事實上是少了 那這批客人 很明顯 現在這次買樓裡面的成份 是多了很多 所以令到三房的成交量 是增加了的 另一部分 就剛剛講非香港居民 非香港居民 為什麽這次也覺得很簡單 因為之前比8.15% 這次正常來說差很遠 如果對一些 這批 我自己形容都是一些 高收入的 一些投資者 或者一些 專裁 或者特區政府 希望引入專裁 其實對他們來說 其實這樣的資金的投入 相對來說少了很多 也吸引了他們 很熱衷 在這次入市的情況 很明顯看到這兩批人的數量 是明顯增加 令到這次我們的銷售反應 第一次的銷售反應 是得到這麽好的成績 我們還要看看價錢 你們還用了一個撈底架 基本上 大家講的 現在發展商在開盤上 這幾個發展商出來 開盤 大家形容是幾克制的價錢 你怎麽看這個策略呢 其實都應該從這個方向去想 因為事實上 香港經歷了疫情幾年的煎熬之後 事實上那個經濟都要慢慢恢復過來 事實上 那個購買力不是馬上來的 事實上在過去也都 女士不爽 所謂的反彈完 然後突然間又回回 所以發展商的態度 相對來的都比較謹慎 這次的流行 其實我們特意 就是用那個樓底價 主要是因為 我們希望測試到那個市場 因為真的看到 3月份那個市場這麽火熱 是否4月份 接下來之後是否真的火熱 都是小不免 用一個相對來的 比較吸引眼球的價錢 希望可以吸引到市場 會不會加價呢 接下來其實已經慢慢加 調整 其實現在這個價錢加不加呢 其實都不是一個關鍵 因為為什麼呢 實際上我們第一批單位 甚至現在最近最新的批單位 其實那個價錢 都是比我們的成本價值 還是微微 還是有些折讓的 換句話 其實我們買一間 說真的 虧一間 但問題現在真的說真的 就隨著那個價錢 多次的向上調整之後 現在是真的少了 那接下來希望 就是下一批或之後 都希望可以 盡量可以超越我們的成本價 你們下一批打算呢 就是比如大批一點出售 還是慢一點呢 那其實現在我們 即是上個星期推完之後 接著我們再會推售一個 新的批之後 那下一期呢 其實講的是我們 另外三思期那些 我相信我們不會這麼急於退售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覺得市場氣氛 我覺得是正面的 下半年的好消息 都會慢慢反映出來 也對樓價是有信心的 這方面我們都希望可以再 用多少時間去看清楚 那個實際的情況 所以我們接下來 下一批應該不急於短期的退售 而買樓要配搭 當然要照顧個人的壓力 剛剛講了我的句話 要提提大家 買樓就要量力而為 因應自己的情況 好好考慮 不過發展商的部署其實都很重要 特別是你們剛才都說 你們剛剛推這個判 反應都很好 所以你們看到 我記得我去你們的記者會的時候 你們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一起在線上做這個記者會 主要其實都是內地不同的一些大城市 或者是新加坡 你怎麼看外來一些買家 對於現在我們全面設立方面的刺激有多大呢 絕對我覺得很大 為什麼呢 如果香港作為一個世界級的開放營金融中心 實際上我差不多印象是唯一一個不對外去特別限制買家的限制措施 因為你看回拿新加坡做 大家很喜歡的對比 那些非新加坡本地的人去買 其實要付些60 香港現在你是不需要付 就是不要限6成先 不要限6成 6%都不需要額外付 那你正常的利引費 我覺得對一些實際在座 對一些投資者也好 或者真的希望在香港 藉著香港金融中心 作為它未來發展事業也好 的行業的人來講是有很大的機會 所以這批馬價事實上是多了 加上政府也在早前也大力在吸納人才方面做了很多功夫 那實際上這次其實那批買家之中 很多得以一批的專才高才通醫方面人士 因為實際上那批人其實他們的工作 範疇基本上就是在金鐘 金鐘和中環 那麼我們你剛剛好這個論壇 一個站 就可以達到它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天時地利剛剛好又配合了 令到我們本身這次的消息是有這樣的成績 那之前那些高才通就住滿七年了 現在就設了 就不用了 每個人都買得了 但是預期高才通會繼續來的 而且人數可能都會不少的 那你覺得這堆人的購買力 是會對樓市有什麼影響呢 那不如在這個位置 我們讓阿威哥先想一想 休息回來再詳細聊一下 OK 繼續回來這部份就是樓市之點 這一部份回來還有這位嘉賓 就是詳細營業部首席經理的郭子威在這裡 休息之前余錦鴻問了阿威哥 關於接下來的專才方面的話題 特別是他們入市方面的情況 購買力 對 購買力是怎樣 阿威哥 讓你回應 其實政府引入專才方面 之前做了很多功夫 其實這批專才事實上 我覺得他們本身的購買力是很強的 因為你看看 如果加上數字顯示 他們平均的收入 他們在說每個月 每個月都有5萬元 如果超過7萬元的收入 其實佔了30% 換句話其實他們本身 每個月的購買 或者供樓的能力是很高的 而且他們家裡的支援很強勁 沒錯沒錯 這批人其實我覺得 第一他們的學歷又高 本身的語言方面也沒有問題 無論是英文也好 亦都年輕的 普通話 甚至是廣東話 因為其實我們長江中心 周圍都是這類的精英 我覺得其實現在香港 逐漸開始國際化 更加比以前國際化 因為幫不同地方的一些專才 混合在一起 其實令到整個香港本身的人口結構 我覺得更加精英化 其實對一些高端的一些物業 我覺得其實都有幫助 其實如果我們這次來說 都是把握了這次的一個趨勢 令到那批人可以有機會入市 但是我想問一下威哥 你自己看經濟環境 和市況方面的關係是怎樣 我們雖然說這陣子 其實樓市方面 即交投方面會弱了 大家都覺得全面撤爛方面的氣氛真的好了 但是經濟環境 就似乎仍然都 大家覺得存在不少變數 加上美國方面 剛剛這個星期出了CPI 其實都大家預期減息的步伐 減息的步伐 可能會慢一些 一路可能猜到去九月才有機會減 那怎樣看這些因素 其實我覺得減息 我覺得不是一個很關鍵 你確實 譬如說真的落實去減息 我覺得已經不是很關鍵 其實最關鍵就是說 其實息口到頂 我覺得已經是 我覺得大家要百分之一百共識 只不過你說減息是一次兩次 甚至你今年不減 我覺得影響都不是很大 因為其實大家對整體市場的感覺 就是最關鍵 其實香港的住宅樓市的案件 那個利息 就算減與不減的分別 就是以為了 四分一來 影響而已 沒錯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對於未來的經濟的看法 因為我自己的看法 特區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之後 其實一連串的 推動經濟方面 我覺得接下來會慢慢 會有成效出現 包括你說會吸引正月剛剛 也會吸引專才不同地方來 會填補了在過去因為移民 令到香港的一些某階層的人士減少 接下來我覺得這方面 慢慢應該開始填補 當然你不能說 立刻 今年會完全填補到 但未來一兩年會填補到 填補到之後 香港本來的經濟 我相信會立入正軌 立入正軌的話 其實這個最關鍵 其實買樓與否 其實很多人都要看 他有沒有信心 其實你說香港其實 經濟是否正如一般人所說 我自己又不是很覺得 為什麼我覺得呢 香港看回買樓 你知道其實 購買力它是有的 只不過是之前因為 定期存款 令到它的資金鎖定了 突然間你想到 這麼短時間 可以爆發出來 無論你說是香港居民 也好非香港居民 實際上 購物力真的是 其實銀行的存款 香港是很驚人的 驚人 沒有跌過的 你看看 早前幾年幾多人排隊 做定期存款你就知道 你看看 最近日圓 一定很多人都喜歡買日圓 他沒有錢 怎會買日圓 你覺得政府現在推的 盛事活動 做得夠不夠呢 會不會中長期都會 一直這樣做 而對經濟刺激很好呢 其實政府用多方面 去刺激經濟 我覺得這方面 絕對方向是正確的 當然大家也不要 拿一個去做一個 特定的事情 去做去看 因為為什麼有時候 不是說立刻今天做了 譬如你只是拿一個燒煙花 或者的例子 你不是說立刻 會有一個數字上顯示 那些人會讓人 過來看煙花而來 但是問題 起碼他在腦裏面 會知道 我們定時都會有煙花表現 有很多節目 他會過來 他過來會長一點 逐步逐步來 當然不同行業 他真的要在自己的服務 質素 各方面要提升 就可以吸引到香港 這方面 只要可以令到整個經濟 就是可以立日到 回到以前 疫情之前的一個狀況 但我很肯定 香港本身人 在資金方面 是不缺的 如果不是買樓 都不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肯定 大家關心樓價走勢 自然 你自己猜樓價走勢 到年底之前 會怎樣 上半年開始 有些人都猜到 可能會有個升幅 你自己怎樣看 全年的樓價走勢 整體我自己覺得 除了經濟的因素 適合穩定的因素 我們自己看整體的樓市 我們就覺得是正面的 當然 你說 向上的機會 我自己覺得是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的機會 我覺得是向上的 只不過就是說 接下來短期內 就有些不同的樓盤 希望可以令到整個市場 更加全面化 反映市民購買力的狀況 這個是香港的市道 內地你又怎樣看呢 內地現在的房地產 好像還是很弱 你怎樣看呢 是啊 因為內地方面始終是因為 某些因素 令到它的購買力 冷卻了下來 但我相信 隨著中央 不同的措施 那方面慢慢會發生 會有成效會出現 那我對國內的市況 我自己覺得 並不提談 我自己覺得 當然要少時間消化 但長遠來講 因為我們國家始終有 強大的經濟的動力 那這方面 我自己覺得是樂觀的 嗯 集團在內地方面 那個購出策是怎樣呢 其實今年我們 在國內 在北京和上海 都會有樓盤賣 那實際上 在上海最近的一個樓盤銷售 是反應真的不錯的 那個位置就是葡萄區 那實際上 它的反應是挺好的 那如果以香港標準 叫做登記 它那邊都一樣要登記 不過國內叫做應酬 那應酬它的量都不少的 我們推出的單位 應酬超過十倍 那都順利 大部份單位都賣光 那其實你說 是不是樓市證 我覺得都是看那個location 始終都是上海 是的 上海始終都有location好的 香港也有location好的 那location都是令到樓市的反應 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你看回香港方面的前景 怎麼看呢 接下來今年我自己覺得 那個經濟我自己OK 適合我自己覺得 絕對是一個對香港來未來樓市 推動的吹發劑 那接下來整體樓市 我自己覺得樂觀 今年我自己覺得樓市的波幅 相對來說會平穩的 年底前我相信 向上的機會比較大些 那我想波幅 大概5至10%左右 那大家提提大家 如果入市的話 就要是量力而為 最重要是看清楚自己 河包方面承擔的能力是怎樣 今天先謝謝郭子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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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開拍攝 為是 標題 到的 5倍 請位置 請去ольно 我們無座車